在聽這首歌 又或者是聽張專輯的時候 我要推薦大家一款最新的耳機 叫做Chen Yeo 大家去找這個品牌陳 Yeo 哇 這個耳機呢 它除了讓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的心情可以減壓之外 它還可以達到全方位的心靈降噪哦 今天這款耳機 已經來到了FUN MUSIC的現場了 讓我們歡迎陳 Yeo 陳 Yeo Yeah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陳 Yeo 沒看過耳機會說話的吧 他們就是耳機本人 AI耳機啦 哈 藍牙耳機 AI耳機 哦 現在耳機也出了AI了是不是 對啊 哇 我真的很開心可以看到這兩位耶 這是你們出道快十年來 我終於在這裡可以見到你們 也算是等很久了 因為之前你們來到我們電台的時候 可能都沒有 沒有機會可以在我的節目當中碰到你們 對啊 第一次 第一次 我都不知道這裡有這麼漂亮的DJ 我現在還知道 講話的是 是圍塵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對於我來講 或是對於我們 FUN MUSIC的節目的聽眾來講 陳 Yeo算是新朋友 雖然 你們的聲音不算新了 因為我 時常會在節目當中播你們的歌 但是 本人到現場是第一次 跟我們在 ON 節目在兄弟前面 然後在 正在看我們IG直播的聽眾介紹一下 好 哈囉 各位空中的朋友 還有現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 陳 Y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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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陳 陳 Y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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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Yo 哪一個陳 哪一個Yo 要不要介紹一下 早晨的陳 早晨的陳 悠閒的Yo 早晨很悠閒 聽到你們的歌 早晨就能夠很悠閒 就是想要給大家一種幸福感 有 其實陳 Yeo這兩個字就取自於 這兩個女生裡頭 名字的最後一個字 嗯 非常的簡單 現在如果你有在看 非常沒有創意 對 如果你們有在看直播啊 短頭髮的 金 這算是青色的吧 對 淺色短髮很帥的是微塵 然後長髮 然後五官非常立體 甜美的是 Yeo 我不是說微塵 你怎麼會越來越帥 哈哈哈 你真的是越來越帥耶 應該是現在比較可以做自己吧 嗯 以前 以前就是可能大家會想要把我打造成他們 想要的樣子 以前你也是短髮 是短髮 可是你的短髮中是帶甜美的 現在你已經沒有甜美那個特質了 我也是有 現在還是可以展現給大家 真的嗎 現在這個造型可以嗎 可以啊 哈哈哈 你幹嘛自己尷尬 你不尷尬尷尬就給人 結果他自己先尷尬 好大了 他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我看到的你 是最真實的你嗎 是最真實的我耶 因為以前 其實我不會排斥公司給我穿什麼衣服 嗯 就是 但是你知道有時候穿上去你就會很自然的 那儀 對 但是就會很自然的腿就會必頸一點 然後會自然的秀氣一點 嗯 可是我是下台還是會換上我自己 喜歡的寬鬆的衣服 酷酷的衣服 哦 對啊 但是現在就很開心公司是可以讓我 很自在做我自己想要做的樣子 哦 因為我真的覺得看著就是追蹤你們的IG啊 就覺得天啊 就是你越來越帥 會很帥是就是連女生都覺得很帥的那樣 帥 然後以後就是越來越美 好 謝謝 真的 他剛剛已經fade out了 哈哈哈 怎麼說 沒有 因為剛剛一直在說我 對啊 沒有我還是有參與在其中啊 畢竟我就是看著你這樣變化的人 對 我很好奇耶 就是你們兩個組團也十年了 嗯嗯 所以這十年來 就是你們的關係 到底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態 已經變成是 就是友達以上 嗯 友達以上 好像也不對 家人以上 閨蜜以上 對不對 戀人以上 什麼 都是超越 對啊 就是要怎麼定義你們之間的關係 應該已經不只是工作夥伴了 嗯 你們現在還住在一起嗎 嗯 還住在一起 所以 十年之前 他們就是 組成了陳優這個團體 然後就開始同居生活 對啊 十年 這十年你們都住一起喔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省房租 對 因為現在 也是 因為一起租的話 可以租到更大的空間 又更省 又更舒服 對 哦 這是比較現實面的問題 很實際 然後十年 哇你們的默契應該非常好 我有時候聽你們講話 就是連講話都在合音耶 這很誇張 滿 我們滿常在突然一個不經意的時候 然後同時講一樣的話 講一句話 對 這就是默契 這十年來你們已經 你們有所謂的心電感應嗎 就像雙胞胎那一種 欸我覺得會耶 因為有時候可能只需要一個眼神 其實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對 完全不用多說幾句 對 所以你們的好默契就是 從日常生活中開始培養期 對啊 我覺得可能就是 對就是生活上很 很常在一起 所以其實有很多行為 或是 一些習慣會被對方影響 或是說話的方式 會被越來越想 欸十年都在一起 不管是工作跟生活都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已經 真的就是超越跟家人相處的事 對啊 我們跟自己家人都沒住那麼久 是不是 或是好朋友 因為你不可能24小時都在一起啊 其實我們就是扮演了 對方所有的角色 又是家人 又是朋友 又是工作夥伴 而且搞不好 甚至連你的另一半的消除時間 都沒有對方長欸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哇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好難得喔 來問一個 來問一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 就是 就是陳優 組了十年這個團體 有沒有吵架過 你是大家最愛問的問題 他們一定是說沒有對不對 我們真的有吵過嗎 有吵架 有吵架 但是 就是在剛組團的磨合時期 吵過架 但是就是在 大概已經九年沒吵過架了 真的喔 我們真的不會吵架 所以不要說吵架啦 就意見不合發生爭執的時候 會嗎 嗯 很難欸 所以你們都知道彼此的點在哪裡 不會去踩 還是因為你們真的是一個很好相處 很耐 就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比較屬於那種 誰擅長什麼 就會比較聽對方的意見 像在音樂的部分 我就會比較順著他 因為我覺得他給了音樂上的意見 我會比較發揍 因為他在音樂上這一塊就比我強一點 比較有 所以我每次有什麼想法 然後我再問他 在這一塊的時候 那有其他的部分他也會問我 對 就是會有互補的狀態 嗯 因為我們好像 剛好所有事情都是互補的 嗯 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就常常覺得我跟他上輩子 就是可能好幾 好幾世都是一直有關係 但是 你們相信嗎 很學 相信對不對 之前有人說我們是兄弟 嗯 你們有去算命嗎 就是在某一個 也不是算命 好像就是去 就是認識了一個可能 有一點就是可以 有這個感應的 對 感應的 的朋友 對 然後他就 那時候我們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其實不知道我們是誰 對 就是他是不認識的狀態 他是朋友帶來的 然後朋友帶來的時候 他也沒有跟我們講說這個朋友 他是何方神神 他什麼都沒有講 對 可是他就開始 在跟我們聊天的過程當中 就一直講出我們 一些平常的點 就是 可能他就知道我們感情很好啊 然後平常 可能 欸他覺得我生活上照顧他很多 之類的 嗯嗯嗯 或者是他連我的幸運數是還要知道 對 好可怕喔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我們兩個 有一世是兄弟還是什麼 但是在某一個世是 我們兩個是兄弟的關係 反正我是信了啦 因為我覺得 我們一定 一定是啊 就是一定是有 就是我覺得 在這輩子我們遇到的所有的人 不管是緣分生緣分錢的 其實都一定有一定有某種關係 更何況是你們這樣子的關係 嗯 可能就像你說 在某一世可能 就是有點再續前緣的感覺 對 這個線又牽起來了 好浪漫喔 真的很浪漫 這樣專輯是陳優的首張正規專輯 沒錯 其實之前已經發過EP了 嗯 然後也 也有推出了一些單曲 但是是完整十首歌的正規專輯 這是第一張 對 去你的平行宇宙 你知道你該怎麼斷句呢 去你的平行宇宙 可以隨著你的心情 先心情好 就是想要去你的平行宇宙 心情不好就是去你的平行宇宙 就是那個重音要放在哪裡 對 我在節目當中 我都盡可能很溫柔的唸出 這首歌的歌名 這張專輯的歌名 剛剛我們開場聽到的就是同名作品 叫去你的平行宇宙 是整張專輯是跟平行宇宙有關係嗎 嗯 其實整張專輯裡面的歌曲的風格有很多像 有很多面向 曲風啊 大家可以聽到很多 有搖滾有抒情 然後也有一些輕快的 然後其實我們是想要透過這張專輯 帶大家去到每一個平行宇宙 然後去體驗每一首歌的故事 好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現在聽到的 你憑什麼更幸福是到哪一個平行宇宙了 就是到一個比較悲慘的感情世界觀的宇宙裡 這是誰 這是 我記得這是 這是你們自己的創作對不對 對 是油的創作 是我的創作 是我的創作 然後也是來自我某一個時期的感情經歷 在那個宇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聽這個歌名就很有怨念啊 你憑什麼更幸福 我去到你的平行宇宙就是要看你憑什麼更幸福 我這樣子的語氣是對的嗎 對 沒錯就是要這樣表達 你憑什麼更幸福呢 所以我們先聽好了啦 我們先聽這首歌 然後我們廣告回來再聊一下 自己的創作 這是以憑自己的親生故事 用血淚寫成的 你憑什麼更幸福呢 這首歌叫做蠻好聽的其實 但是我在節目當中聽了這首歌 我跟大家說 這首歌你們謙虛了 是超好聽的根本 超好聽 而且 蠻難唱的其實 真的 為什麼要把Key定得這麼高呢 我整個都在假音耶 OMG 這首歌是主打歌曲 對 蠻好聽的其實 然後剛剛在廣告的時候啊 我覺得跟陳優分享說 這張專輯 我忘記我從 不知道是第二還第三首歌開始 我已經沒有辦法好好的聽歌了 因為呢 每在聽歌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很好奇 現在唱這一句的是誰 然後我就一直在找一些蛛絲馬跡 一直想說 我好想知道他是成 他是圍成還是蠻憂 因為歌詞在那邊不會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只能從一些 可能一些尾音啊 一些轉音啊 大概去抓 好像是圍成 然後你聽到下一段 你就會發現 嗯?好像是蠻憂 其實這確實一直在變來變去 對對對 然後我 我就後來發現 我聽著好像專輯 就好像在聽力測驗一樣 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猜是圍成的聲音 還是蠻憂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聲音真的 好像 然後我就說 你們社會團體啊 會不會很不喜歡人家 說你們的聲音很像 他們就習慣了 習慣了 對 對 他當時把你們組在一起 會不會就覺得你們的聲音 就是很match 其實我們當時真的是被應湊的欸 就是 也沒有試唱過 嗯 就是 已經確定對方就是 團圓 團圓 他們才說 你們試唱看看這樣 然後唱完之後就說 OK啦 好像還蠻搭的 看了就隨性 然後就這樣組在一起了 對啊 有時候緣分就是來得這麼 莫名其妙 對 就跟愛情一樣啊 對啊 對啊 那你們第一眼 你們第一眼 就是有一見鍾情嗎 真的沒有 沒有 欸我跟你講 很多好朋友都這樣 像我的好朋友啊 也曾經跟我說 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 我覺得你超討厭的 因為你很假 哈哈哈哈 那我說 哪裡 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 但很多人好像就是這樣子欸 就是有一種 對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那天見完他 我知道他即將成為我的團圓 然後回家之後 我打電話給我媽 我就說 我跟你說我的團圓是一個屁孩 哈哈哈哈 那時候幾歲 因為我現在說18歲 還在上學 上高中 欸 維成是 那時候幾歲 維成是幾年 幾年次了 我們不要在這個地方說 我都跟大家講說 我是那個 87年次 大學生 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也習慣了 因為我現在出去工作 看到都是 八年級 甚至有那種 兩千年出生的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好沒關係 我只要視覺年齡 就是不像我的實際年齡 就好了 對 我們就談 就是視覺年齡就好 我們就是 動在 動在25歲 25歲 永遠25歲 永遠25歲 所以那時候你 你那時候已有18歲 然後聽起來 我以前就大了個幾歲這樣 對 然後就這樣組在一起 然後就開始了嗎 就開始 見第二次面的時候 就已經是 住在 要開始 一起住宿舍 那時候要做些什麼呢 有規劃了嗎 就是 有一些像什麼跳舞課啊 肢體課啊 像練習生的概念 對 女團 女團練習生的感覺 然後呢 大概是到什麼時候 開始有了第一張 作品 一直到 大概 半年後吧 其實蠻快的 然後就有第一張EP 可是那時候發完之後 也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 對啊 而且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們粉絲團 可能就是那種 一兩百人 那時候嗎 對啊 你發任何訊息 除了你家人之外 其實不太會有人理你 然後那時候 因為當喜剝的時候 還沒有太多人認識 我還記得那時候 發了第一首歌吧 然後也 也沒有就是打 什麼廣告 對 沒有什麼宣傳 還要自己去 拜託朋友 來幫我們留言 我們那時候 還一個一個 你們也是苦過來的 對啊 我們一個一個去蜜朋友 可以幫我們回 就是每一個朋友 可能臉書打開 所有好友 可是有一些 你真的不熟 就只是臉友 可是也沒有在聯絡 然後你都要 就是 後著臉拼 然後傳訊息說 好久不見 然後我發 我發新作品了 想要拜託你幫我們 按個讚留言 要自己打廣告 哇我那時候真的 浑身不舒服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怕 做這種事情的人 我也是 我會覺得就是 都沒有在聯絡 然後突然有時要找人家幫忙 才去找人家 就會覺得很 但是好像你不得不這樣子 因為你只能靠自己 幫自己宣傳出去 對 然後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 開始認識你們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選秀的關係 好聲音 好聲音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他 因為我之前 我專訪誰啊 許偉翔 他也去過 大陸去比賽 他是好聲音嗎 他是好聲音 對不對 然後他有分享說 就是 哇那真的是一個 超級高壓的比賽 就是你必須 他們可能會丟很多很多的 歌單給你們 然後你們每首可能都要試唱 對 然後只選一首歌 他是一個非常耗費精力的一個比賽 對 你就是一定得要準備好 那麼多首歌 然後可能在 比賽的前一晚跟你說要換歌 好 你就是一定要 在一個ready好的狀態 隨時都要ready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在 考驗你們的 就是抗壓 嗯 是 所以透過這個比賽 然後讓更多人 認識 是因為野子 野子這首歌嗎 對 然後後來呢 所以我覺得你們整一條 整條音樂錄真的是起起伏伏欸 絕對 嗨婆龍 像嗨婆龍趕快 對對對 對 就是你 後來 那時候得到很多聲量的時候 你們應該會想說 唉唷 誰來了 那種浪來了的眼睛 然後就覺得喔這個時候 就這樣順勢往前推啊 對 趕快發個專輯什麼 對 但是就是 好像公司沒有這個規劃 對 那時候遇到公司 又沒有這個規劃 所以你們又大概 沈淺了一段時間 嗯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棒的是 我覺得你們自己找到自己的舞台 就是你們在你們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面會 一直推出很多的cover 嗯 翻唱的歌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就是要遇到困境的時候 你才會去成長 所以你們會開始做翻唱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們找不到舞台 對 所以我乾脆自己創造自己的舞台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兩個就想說 那我們來翻唱 我們就自己弄 可是那我還記得那時候已經大家YouTube開始起來了嗎 然後大家的影片都越來 是剛起來的時候嗎 大家的影片都開始越來越厲害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也去買個麥克風 然後開始學怎麼幫自己錄音 然後怎麼把樂器錄進去 對 怎麼讓我們的音樂聽起來 豐富一點 音質是好的 然後豐富一點 都是你們自己去學的 對 就開始然後開始去請教朋友 問他要 都是用哪一個軟體啊 然後問他怎麼錄音這樣 然後去買個Keyboard 然後就開始自己 因為他 他好 他就很厲害 他就會一邊聽 他其實不會沒有學過鋼琴 對 但他就是聽然後他就有辦法攤 我看不懂那個鋼琴譜 但是我就是會 憑感覺喔 會去那個 聽我們要cover的歌 然後去 噪音 然後去記 他的旋律 然後我就自己這樣彈 這一定是因為 你上輩子的記憶 還沒有被搜出 他很厲害 就是他沒有學過 但他小時候 在教會的時候 看人家彈鋼琴 對 他說他用眼睛看 然後他就會彈了 這是一種 就是天才耶 天才 我說我看了八十年 我都還是不會彈 我也是 我小時候 我過幼稚園的時候 學過一堂課 鋼琴課 然後呢 老師跟我說 要剪指甲喔 然後我隔天就跟我媽說 媽 我不想學了 又要剪指甲 是不是很累 對 所以又是天才耶 小天才 小小在音樂上 就是超天才的 因為他本身很喜歡 所以你們也算是 就是YouTube 剛開始起來 你們也算是 走得蠻前面的 算元老耶 算是 算是 YouTuber裡頭 其實在好聲音之前 其實我們就有傳一些影片 去YouTube上面 可是那時候可能看的人不多 比較 但是好聲音比完之後 突然那些影片就有爆增 爆增 對 然後頻道 上次我朋友就問我說 欸你們頻道什麼時候 有這麼多人追蹤 我說我真的 不知道 你們自己也沒有去看 對 我們之前其實 就是只是上傳 然後 我們連YouTube有收益 我們都不知道 超級單純 就單純是因為 我就是想要唱歌 對 然後我就是唱一唱 就傳上去傳上去 所以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累積到這麼多粉絲 我們這個過程 我們是完全沒有記憶的 其實這樣也好耶 就是你不要那麼去 在意那些流量 你就是努力做好 你要做事就好 對對對 其實它就是順其自然 反正時機到了 自然就會 被看到 對 就像翻唱如果可以 這首歌也是 因為我看到Jerry斯老師 在他自己的那個 社群上面有分享 跟你們相識的過程 也是緣分兩個字啊 對對 他說好像也是一開始 就是知道你們兩個人 對 但是就是等待那個時機出現 他想要做一個翻唱 如果可以的 Cover的版本 對 然後有人推薦了陳優 對 就這樣 才開始了 這趟旅程 對 你永遠不會知道 就是機會跟緣分什麼時候來 但是你就是要一直 把自己準備好 但是就是來了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你就Lost掉這個機會了 但是他們就是一直在Ready 因為他們一直在就是 持續在做音樂跟唱歌 這件事情 然後機會來了 他們就成事而起 然後這個翻唱也是你們目前 觀看次數點擊最高的一個翻唱 如果可以 如果 而且他有上架 對啊 他是唯一我們有上架的Cover 然後Jerry斯老師也是 就是算是你們音樂上面的貴人 對啊 是張專輯的 算是音樂統 製作人 製作人 張專輯也看到了很多他的創作編曲 剛剛聽到的是蠻好聽的 其實是跟陳琳酒的合作 是唯一裡頭 算是聲音上面的合作 其他很多 就是那個名單一打開啊 就是幾乎都是認識 就是業界非常厲害的音樂人 但這次為什麼特意找了陳琳酒呢 我們過廣告之後再回來告訴你 因為我們要進廣告了 這首歌曲叫做 幹嘛呢 來自陳優 今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從此變得精彩有趣 我要大聲的說我愛你 怕每天要是我勇氣 就一起在一起 剛剛廣告前我們聽到的是 甘安內 還有跟陳琳酒合作的蠻好聽的其實 我們先談 我們先聊跟琳酒的合作好了 好 對啊 把這首歌作為專輯的主打歌 然後找陳琳酒一起來合作 這個名單是本來就在你們合作名單當中嗎 對 而且其實我們在兩三年前就想找他合作了 對啊 為什麼是他 不知道就一直都是他欸 而且即便換了製作人還是他 所以製作人有提出說 欸你們想要邀請誰來合作嗎 還是怎麼樣 在我們還沒有開口的時候製作人自己先講 你們覺得陳琳酒怎麼樣 我就想說 為什麼換了一個製作人 但是他講出來的名字還是一樣的 就之前的製作人也提過 對 這就是緣分欸 對啊 好可怕喔 然後呢你們就 但是因為我們心裡也是想著他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講 我們就先等製作人說 然後我們就想說欸 他怎麼也講這個名字 我想是一樣的 然後就這樣成了 因為剛好那時候那個Jerry C老師 剛跟琳酒哥就合作了一首歌 對啊 他的歌 所以他們就認識了 認識之後 他就直接去問他 他就答應 他連歌都還沒聽欸 對 認識Jerry C老師 他都沒有想過 他都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叫他唱Gaman 也很可以啊 也蠻好聽的其實 欸那你們有問過他就是 因為這是你們第一次合作嘛 那你們有問過他說 欸那你有聽過我們的作品嗎 這樣子 他之前好像有聽過 吧 吧吧 有吧有吧 應該有吧 這個 我沒有問過欸 我沒有問過欸 這次你們問他一定會說 有啊 這才是懂那個人情世故嘛對不對 他可能平常都跟一些男生一起工作 想說換個女生試試看 我猜的啦 的確啊 而且還找到這麼漂亮的兩個女生 那這次的合作有什麼火花嗎 完全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就是歌 歌 他也有參與創作嗎 就是他的自己的部分 我們是寫咬了之後 給他 然後讓他再去發揮他的部分 寫他唱的部分 所以其實是沒有一起 那錄音也沒有一起 對 也是我們錄好了 然後他來 但是錄完音的時候 大家有一起聊個天 然後再來就拍MV的時候 對啊 然後因為拍MV的時候 我們那天又剛好很忙 就是在空檔的時候 我們又在做其他事情 拍攝其他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跟他有互動 好好的 對啊 嗯 這是有點小小的遺憾啦 對啊 對啊 沒有辦法就是好好的 聊天啊 沒關係我們現在有互相追蹤IG 對 也可以私下聯絡 哈哈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 蠻好聽的其實的MV 已經上Youtube了 嗯嗯嗯 很喜歡他整個的氛圍跟那個色調耶 很文青的感覺 很可愛 很喜歡 後來還有沒有就是下一支MV呢 有有有 你說的容易有嗎 有 我自己先說 真的嗎 可以說嗎 好我已經說了 可以說嗎 你都說了 是那你只要說出口的 就有機會 反正你只要許願就會成啊 你要相信 心想是成啊 對啊 所以有沒有預計 這張專輯會拍幾支啊 啊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啊 所以剛剛說就是 已經上了架子 就是蠻好聽的其實了嘛 對 然後接下來 我們現在聽到的 你說的容易這首歌 是有的 有的 有的 那幹嘛呢呢 幹嘛呢 幹嘛呢 我也不知道 幹嘛呢 要看緣分 看緣分啦 好好好 欸剛剛呢 我們在廣告上玩了一個非常好玩的遊戲 就是請 我就眼睛閉上 然後呢就請那個 維成跟姨有兩個人 然後就在現場清唱 然後去猜到底是誰的聲音 欸真的很不容易 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所以歡迎大家 所以歡迎大家 如果你也想玩這樣的遊戲 去參加他們的演唱會 對 我們先分享一下音樂會好了 好玩 我們演唱會在917要加場 欸加場嗎 917是我們電台的生日 你教你嗎 917 有 我們好像有錄那個 祝生日公 喔 有幫我們有錄嗎 你講到別人的 有 別人的生日繼承917 917是我們PALFARIDO的生日 看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對啊 為什麼會有家場呢 就是因為他們第一場三分鐘之內就秒殺了 對 一定有很多的粉絲在哀好吧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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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為什麼你們那麼的少看你們自己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半了 然後其實在疫情的這一兩年間 其實我們還 其實我們COVER也沒有像之前傳的這麼輕 所以其實會有點擔心有沒有掉粉 對 或是有沒有粉絲中途就去喜歡別人了 對啊 因為畢竟現在很多人在發大哥啊 粉絲真的會這樣嗎 不知道啊 就是會有各種擔心 粉絲你們會這樣嗎 而且因為我說在現在華語樂談當中 就是像這樣美生雙人組已經 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應該大概半個小時吧 我想 我想的 你想說你覺得一定可以賣完 但是沒有想到這麼快 哦 就是因為三分鐘秒殺了 所以才有9月17號的加場 對 加場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因為還沒有開賣 還沒有開賣 對 8月4號 星期五 這個星期五的中午12點 就在這個星期五 8月4號中午12點 對 在KKTix 跟全家 全家都可以買得到 時間呢 演唱會時間9月17號禮拜日 下午3點 下午3點 就開場了 在後台咖啡 對 沒錯 哇 我剛剛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給他們一個建議 就是現場也可以玩 我們剛剛在廣告時候玩的小遊戲 讓歌迷朋友來猜猜看 就是 到底現在唱歌的事為成還是以由 因為呢 剛剛在IG上面 有在看直播的粉絲說 他們都分得出來 我跟你講真的 不容易 現在不是有一個APP是可以 大家一起加入 然後就可以回答什麼問題的那個 有啊 有有有 然後你就只要放一段音樂 然後大家就要立刻去 選那個 然後看誰第一名 對啊 因為它就是講求速度 是喔 嗯嗯嗯 欸呀可以玩耶 很有趣耶 然後贏的人可以在演 就是在音樂會上面有什麼樣的福利 獲得什麼福利 講到福利 我一直很想要有一個福利耶 就是你們最近一直在 跑宣傳的時候 一直在玩 就是 維成以由兩個人在 左右聲道唱 就是在你的左耳跟右耳邊唱歌 我大概可以在廣告時候 感受一下那個感覺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好 剛剛我們聽到的是你說的容易 你說的容易是 好像也是你們自己的創作 整張專輯你們到底創作了幾首歌啊 幾乎全部 都有一些 都有參與 都有參與 詞曲 三分之二吧 所以這可以說是你們自己的創作專輯而已耶 對啊 喔因為那時候製作人就希望我們可以 有一些自己的東西在裡面 對 就是讓大家可以認識更真實的我們 嗯 所以呢就 就就開始寫 可是你們平常就有在寫的習慣嗎 其實以前有有寫一些歌 可是覺得都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 所以在遇到JerryZ老師的時候 其實 那時候 他給了我們很多在寫歌上的建議 嗯 然後包括把我們兩個拆開 對啊 拆開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都會一起寫 嗯 一起寫歌怎麼寫 你們要怎麼寫一起寫歌 可能他哼一哼他沒有想法了 我就會哼 喔 就會彼此給彼此想法這樣 所以這一次他給你們的功課 是你們各自去創作 然後跟別的 音樂人一起寫 喔 難怪在這次的專輯當中 幾乎看到了 你剛剛說到三分之二 不管是詞啊 曲都可以看到就是 維成跟伊歐的名字 嗯 然後再配上其他的創作人 就是 對 一起一起和寫 喔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宇宙中 然後跟不同人相遇 是蹦出來的火花 嗯 對 而且真的是認識他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要這樣寫歌 他會在 因為你們可能以前都在自己的宇宙裡頭 然後在你們自己出去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這宇宙這麼大 對 有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外星人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 很酷欸 然後 好我們現在聽到的這首歌 就是完全是別人的創作了 嗯 雖然是唯 就是 很少數 就是 不是你們自己的詞曲創作 這是佩妮傑 佩妮傑寫的 佩妮傑寫的 這一首 他是也是你們的夢幻清單嗎 是 他是 他是我們第一名的夢幻清單 他是我們第一個提出來的夢幻清單 許願清單 喔在陳寗之前 對 因為那時候那個 製作人就問我們有沒有想跟誰合作 除了他之外這樣 嗯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一直很想要有一首佩妮傑寫的歌 因為我們是他的大粉絲 真的 然後每次看到別人 有 就是他幫別人寫歌 我們都很羨慕 很羨慕 有了 然後這次終於有這個機會 對啊 而且沒想到就是 他居然這麼爽快答應 對啊 然後就有了這首歌 這是他的曲 他的曲 然後葛大偉的詩 對 叫做我愛我的師太 誰可以分 你看 你看他們連剛剛講話都在合音啦 哈哈 好好聽喔 那這首歌 誰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那時候看到葛大老師的詞的時候 我自己有點嚇到 就想說他是不是有我們的八字啊 怎麼說 怎麼可以寫的就是這麼懂我們的心境 因為其實我們 沒有聊過說這首歌想要 沒有 我們就只有碰過他一次然後跟他打個招呼 嗯嗯 然後他那時候一寫的時候我們就 真的雞皮疙瘩 就想說他怎麼會知道我們 可能有頭跟三明星 他是不是有八字 我們有八字 所以他寫出了你哪一個部分 過去吧 這十年走來的一路的心境 的成長 是不是他們有做功課 他有做你們的功課 我覺得他應該有做功課 因為我 我在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以前自己可能是一個比較 太過追求完美的人 鑽牛腳尖 很會鑽牛腳尖 然後 我就很常 常常上通告或是表演的時候 可能演出不如我的預期 沒有很理想 我回去就會很難過 嗯 你會去看你 你會去看你之前的表演的片段或影片 我不會 我完全不看 現在還是嗎 嗯 對 真的喔 對啊 那現在咧 你覺得那個轉換 現在你是怎樣 你覺得你唱不好 唱不好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不用這麼完美 就是你只要盡力就好了 在當下你盡力了就好 嗯 反正你下次再更努力 把這件事情做好之後 但我懂這種感覺 因為我也是很後來 我才慢慢的去做這個調適 因為我也是跟你一樣 是那種很 我不能說我要求完美 但是就是你當下 如果你發生了失誤 或是你的表現 你不如預期 像我之前去試鏡 我就覺得 我剛剛演的好爛 我為什麼沒有這樣子演 然後你可能試鏡完的路上 你就會開始反省你自己 然後 但是你也不能做什麼 因為已經過去了 對 所以後來我說 好啦沒有關係 下一次如果還有類似的角色 或是劇情 我可以怎麼演就好了 甚至是我回到家 我一個人洗澡的時候 我自己再重演一次 嗯 演到我自己覺得最棒的狀態 我覺得OK 那就過了 就過了 放過自己 沒錯 就是去愛自己的不完美 我愛我的失態 結果歌求來是陳優 是葛大的詞 配上Penny的曲喔 青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你們說 你們說 是不是超好聽的 根本 這首歌 叫做 不愛不散 那一張臉最閒 不愛不散 誰可以分享一下 不愛不散 原來是要我們分享 我想說 不愛不散 我還要講情緒 我還要講情緒 我還要繼續聽歌 對 我以為還要繼續聽欸 破壞了這首歌的情緒 真是不好意思喔大家 我想要聽你們分享 因為我們時間剩下 快結束 對啊 想讓他們多分享一下 這首歌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抒情歌 真的 這張專輯的比例 雖然是蠻剛好的 就是抒情歌跟快歌的比例 都有 都有 然後不愛不散 我放在節目最後 誰可以給我分享一下 好 這首歌 這是怡憂的聲音 對 這是怡憂 不愛不散 其實就是有點想要告訴大家 愛要及時這件事情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 都會 會 遺憾 會有遺憾 就是跟著我們生活一起嘛 因為會覺得 可能失去了誰 你可能 但是你沒有來得及跟她說 再見 其實那個遺憾在心裡 會很久很久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在 日常的生活當中 就是我們大家都不要留有遺憾 嗯 我們一定要把愛這件事情 說好說慢 那你剛剛講的一件遺憾 在你們的生命當中有發生過嗎 有啊 就是 我的阿嬤 對 因為在很 欸 在我要出道的那個時候離開的 對 然後其實 我那時候就是偷偷 我是偷偷上來台北 追夢的 然後我完全沒有跟她說 對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也沒有好好的跟她說再見 那是有在電話當中有跟她通話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她身體其實很健康 但是在某一個晚上卻離開了我們 在睡夢中 在睡夢中離開 所以我其實就是一直沒有辦法釋懷 就是那個 到現在嗎 我到現在 你要說真的放下嗎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她就是一個遺憾 已經成為一個遺憾了 對 欸那如果說 你真的有機會跟她好好說再見 你有想過你要跟她說什麼嗎 她兩個在那邊抱脫喔 哇說不完欸 嗯 對啊 哇真的我眼淚已經已經 她已經淚眼汪汪了 對啊 我沒辦法 這也是我在學的一件事情 我第一個 學會不留下遺憾 就是我奶奶過世 她是一個非常有福報的奶奶 就是她是在子孫 都陪在她身邊的那個 在家當下 我們知道說她應該快了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是覺得我應該要在最後 就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因為我覺得她 我應該要在她最後跟她說一點什麼 所以我就鼓起勇氣 就是在私下無忍的時候 我就躺在她身邊 然後就跟她說 就是阿嬤謝謝妳 謝謝妳把我們養育到這麼大 然後妳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阿嬤 然後她還笑笑的跟我說 哎呀妳怎麼那麼甜 然後就講了一段話之後 我就去上班 然後沒多久就接到她離開的電話了 天啊 就在那個當下我突然覺得 哇我好慶幸我要跟她說 我要講這些話 所以這就是我後來學到就是 能夠再來得及說愛跟感謝的時候 趕快說 妳不要覺得未來有的是機會 不一定 真的 對 因為妳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個會先來 什麼時候好 對沒有錯 但是非常的感謝今天 我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緣分遇到陳優 然後聽了她們兩個分享張專輯裡頭的作品 那那些聊不完的 希望未來我們還有機會再見 好 一定要 謝謝陳優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結束呢 好不愛不散喔 記得9月17號 我們在後台咖啡見 我們在後台不愛不散 8月10號開始售票 中午12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